大家好,那到现在为止呢 DM9000这个网卡的发送跟接收的整个过程呢 我们就讲解完了 那么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我们从应用层来看 当应用层调用SUN的行数去发送一段数据的时候呢 那么他首先会把这个数据呢 放到这个网络协议帐的这个对类里边 然后呢,网络协议帐呢 就会调用这个网卡的这个行数呢 去真正的去发送一个数据包 那么网卡的这个START XMIT 他怎么样去发送一个数据包呢 那么他的过程是这样的 他首先呢,会把网络协议帐里边 传下来的这一包数据呢 先拷贝到我们网卡的内部的这个TXRAM里边 然后呢,去操作网卡的系统器呢 去发送这些数据 当发送完成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中断 那么我们在这个网卡的这个中断状态系统器里边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数据呢 有没有正确的发送出去 假如说他发送完成呢 那么网卡驱动里边呢 就让这个网络协议帐呢 继续呢,调用这个START XMIT呢 继续发送下一包数据 周而复始 所以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 去不停的去发送数据 那么对于这个接收来讲呢 当网卡的内部的RXRAM里边 接收到网络数据的时候呢 那么他呢,就会产生一个中断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边呢 通过读取中断状态系统器呢 来看他是不是一个接收中断 假如说他是一个接收中断 那么就会调用NetEase RX这个行数呢 来把这个网卡的RXRAM里边的数据取出来 放到这个SKBuffer里边 然后呢,通过NetEase这个行数呢 来把他提交给习仗 那么他提交到习仗以后呢 那么上层的这个应用程序呢 就可以通过RAID的行数呢 读取到这些数据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接收过程 所以整个发送和接收呢 不仅仅有网卡驱动的参与 而且呢,有网络习仗的参与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nux里边的 这个Luback驱动的一个实现原理 我们在,当我们在Linux系统里面 执行这个ifConfig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看到这个真实的一个网络设备以外呢 我们还通常会看到一个LO这样一个设备 那么这个LO呢 其实它的全称呢就是Luback 就是Luback 所以它是一个Luback设备 那么在内核里边呢 针对这个Luback设备呢 有一个,有一个现在驱动 就叫做Luback驱动 Luback驱动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LO 就是这个Luback设备 它所对应的这个驱动 它的一个实现原理是什么 那在内核里边呢 这个Luback设备 它的驱动的名字呢 就叫做Luback.c 它呢在什么呢 它呢在DriverNet里边 所以呢它其实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玩卡驱动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玩卡驱动 它在下面有没有对应真正的一个玩卡设备呢 好,这里边它的入口 跟我们普通的驱动入口呢 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 这里边我们没有看到 ModuleNet这些函数 那么它的入口在哪里呢 那在这里边的话呢 它有提到它呢是在这个Net Core DV-C里边呢被注册 被注册 所以它的这个入口的话呢 跟我们普通的驱动呢是不一样的 它呢是在这个 这个Net Core DV-C里边注册的时候呢 它会掉用到这个Luback驱动的这个 这个初始化行数 那在这个初始化行数里边呢 我们看到它的作用呢 就是去设置和注册Luback设备 那么我们就通过分析这个注册过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uback设备 究竟它是一个什么设备 好,那这里边的话呢 同样它呢 有一个Net Device 这样一个结构体 好,那么只要是Net Device结构体呢 它就表示是一个玩卡设备 这样的话呢 你通过EF Config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设备 然后呢,它是 然后呢,调用这个行数呢 来给它分配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行数呢 它有三个仓数 一个是0 然后呢是LO 那么这个LO呢 就表示这个玩卡设备的一个名字 我们在系统里边 我们执行EF Config呢 我们确实能看到LO这个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由这个驱动里边的这个名字来确定的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一个行数 第三个是一个行数 所以我们跟到这个 跟到这个行数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了什么事情 那它的话呢 会进一步的调到这个行数 调到的时候呢 它后面都加了两个仓数 分别是1和1 然后呢 就会调到这个行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关注一下这个仓数 那这个仓数 它对这个仓数做了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行数里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 它会初始化这个NetDev 然后初始化的同时呢 它会调用这个行数 就是调用这个SETUP这个行数 所以初步来看的话呢 这个行数 它除了给这个NetDevice申请公交之外的话呢 它在申请成功以后呢 它就会调用这个行数呢 做一些初始化 那么总结一下 那么这个行数呢 它首先呢 会申请一个NetDevice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申请完成以后的话呢 它就会对这个结构体呢 调用这个行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数的实现 这个行数里边呢 它的仓数呢 是NetDevice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里边 升级好的这个NetDevice结构体 在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 其实就是对这个NetDevice结构体呢 做一些初始化 包括MTU 还有这个Len长度是14 还有它的Mac地址的长度16 然后呢 还有一些Flag等等 这里边的话呢 给它这个ETH2的OPS复制 然后呢 给它这个Header的OPS复制 然后呢 给它这个NetDev的OPS复制 最后的话呢 最后的话呢 就去注册这个设备 注册成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Lubbeck设备了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初始化过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这个Lubbeck玩卡驱动 它的一个发送过程 因为根据我们上节课的讲解 它的发送过程呢 是由这个习仗控制的 习仗呢 会要用玩卡驱动里边的 这个StartXMIT这个函数呢 来发送数据 所以呢 我们来跟踪一下 这个Lubbeck驱动的 这个发送过程 它是怎么实现的 好 那它的发送过程的话呢 就是这个代码 首先呢 它是给这个Protogo复制 那么这个的话呢 跟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DM9000的 网卡驱动是一样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得到这个SKB的一个长度 最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 它呢 是直接调用NetEVRX呢 来把这个SKB呢 提交给网络洗液账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 为什么这个驱动叫Lubbeck驱动了 首先它底层没有相对的硬件 它是一个软件模拟的一个驱动 因为你看这里边没有操作寄存器 其次 为什么叫Lubbeck驱动呢 那么Lubbeck呢 就是回煌 就是回煌 那么什么叫回煌呢 这句代码呢 就解释了什么叫回煌 在这个Lubbeck的这个发送行数里边呢 这里边本来是应该把数据把这个SKB发送出去 当时呢 它倒好 它直接呢 又交给洗液账了 所以它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当你掉这个Lubbeck的这个发送行数的时候呢 它在网卡驱动里边呢 它就直接又把数据呢 交给洗液账了 也就相当于说 它在这里边的话呢 就直接转交给这个洗液账的这个对列了 它没有经过印象处理 然后呢 直接就把洗液账里边 传下来的这个SKB呢 继续交给洗液账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Lubbeck的行义 那么你上层你发送什么数据呢 你就能够接收到什么数据 因为在这个Lubbeck驱动里边呢 并没有把这个数据的真正的发送出去 而是呢 继续掉用NetEFRX呢 来交给洗液账 所以整个数据的发送过程呢 就是这样的 洗液账呢 调用这个START SMIT这个行数去发送 但是呢 在这个Lubbeck驱动里边呢 它没有做任何处理 然后呢 就把这个数据交给洗液账了 所以上层的应用程序 假如说你用这个Lubbeck驱动 去发送数据呢 那么效果是这样的 你发送什么呢 你就能够收到什么 所以这个呢 就叫Lubbeck 我们看到它这个Lubbeck驱动 它底层没有相对的一个印象 所以它呢 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模拟的网卡驱动 那么这个驱动 它的一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了 这个整个的数据发送的话呢 其实它是有经过网络习账的 只是说是经过网络习账以后呢 我们这个Lubbeck驱动呢 继续呢 把它交给网络习账的回船回去 所以通过这个Lubbeck驱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 我们这个网络习账的工作呢 是不是正常的 假如说你上层的应用程序 你发送一个数据包 比如说发送一个ABC 然后呢 你还能够收到一个ABC 那么就说明 我们的这个网络习账的工作呢 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Lubbeck驱动的一个 它的一个实现原理 所以在测试这个网络问题的时候呢 假如说你怀疑你的这个习账有问题呢 那么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拼 127.0.0.1 这个IP地址 因为这个IP地址呢 就代表了我们这个Lubbeck设备的一个IP地址 假如说你有回应 那么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网络习账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拼他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数据分包呢 并没有通过实际的网卡发送出去 而是通过习账呢 走了一个来回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测试我们的网络习账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正常 那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是有回应的 所以就说明我们的网络习账是正常的 那么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测试我们本级的网络习账是不是正常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Lubbeck设备的一个简介 好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整个网络习账以及网卡驱动的一个简介呢 就全部完成了